在營養學上我們把所有的糖類分成四種糖 單糖 雙糖 寡糖 多糖 其中單糖和雙糖的分子結構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就稱之為叫簡單糖類 也就是我們一般在營養標示上看到的糖 今天我們要看的糖是單糖 單糖有三種 第一個 葡萄糖 葡萄糖是我們身體利用能量最快的來源之一 也就是大家最常聽到的血糖 當我們的血糖超過一定的濃度 身體會盡力的將糖分給用盡 或者分明胰島素把葡萄糖給儲存起來 而身體會將葡萄糖打包成肝糖 儲存在我們的肌肉以及肝臟當中 需要的時候再從身體的肝糖提取糖分出來 當作我們的能量來使用 而葡萄糖除了是運動愛好者快速補充能量的來源 也是大腦偏好喜歡的能量 所以才會有用腦過度之後 導致非常飢餓的情形發生 這是相當正常的狀況 第二個 果糖 果糖就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果糖的所有的代謝 都是藉由我們的肝臟來負責的 所以如果吃了太多的果糖 就會造成我們肝臟的負擔 長期下來有可能產生我們的尿酸 痛風 腎結石 高血壓 並且代謝不完的果糖會被肝臟儲存變成脂肪 會引發我們的三酸甘油脂過高 甚至會產生脂肪幹 果糖會儲存在我們的水果、蔗糖、蜂蜜當中 大家看到不要直接把這些水果給打擦了 因為水果除了果糖以外 還有很多的營養價值以及纖維 果糖也很常出現在我們常喝的手搖飲當中 它就是高果糖玉米糖漿 有研究顯示出每天只要喝1-2份的高果糖玉米糖漿 比一個月喝不到一次的人 離壞糖尿病的機率會提高26% 第三個 半乳糖 半乳糖也是單糖的一種 乳糖不耐症的患者就是缺乏了這一類的酵素 導致無法將乳糖分解 這種天然的半乳糖會存在於我們的乳製品或者甜菜當中 這樣大家應該會更了解單糖有哪些的 並且知道說為什麼不要喝喊糖飲料了吧 我是營養師Ricky 如果喜歡這類健康的資訊 記得手搜在Yahoo TV 各個都在我的YouTube頻道喔 記得訂閱按讚並且開啟小鈴鐺 讓我來守護你的健康